大法真实不虚,处处灵验 纪念师父来锦州传宫讲法十六周年 作者 如意 十六年前的四月五日,师父亲自历领我世传宫讲法 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教导,从此我走进了大法修炼之路 十六年过去了,师父高大的身材,慈祥的微笑,红亮的身影,仍然历历在目 深深映在心间,遥望大阳彼岸 我诚挚地向师父问好,大法弟子想念您 师父在我世传宫讲法中,及我十六年的修炼过程中 都印证了师父的大法真实不虚,处处灵验 我把自己所见、所闻、所经历的片段写出来,以作纪念 一、师父慈祥,大法殊胜 当年师父来我时传宫讲法的消息,我并不知道 是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三张票,让我们全家三口人都去听一听 我老伴说不去,所以我收下两张票 但是离开班前二天,又有朋友送来一张票 结果我们一家三口人都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 我们真是与师父有缘啊 在课堂上,当我第一眼看见师父时 觉得师父身材高大,红润的面孔带着慈祥的微笑 举止稳重有理,讲法津津有条 声音红亮,没有讲稿,只是拿着一张纸 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没有重复 我想师父可不是一般的常人 师父用朴素的语言,高深的法理,开启着大家的心灵 有的听起来非常新鲜,从来没有听过 有的好像在什么时候听过,很熟悉,但又想不起来 在师父讲法的第三天,我看见了老战友A也来听法 他握着我的手,神秘地跟我说 老伙计,你看见没有?我可看见了 师父不是一般的人,他就是一位顶天地地的佛 是一位大佛呀 在这个俱乐部里有无数个小佛,数也数不清 这个法轮功可是高级功法呀 听了他的话,我更加珍惜这个千百年来难得的修炼机会 师父在讲法中还有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在师父讲法之前,有一位驼背九十度的瘦小老人 师父让他上讲台,我看着他驼着背慢慢走上讲台 来到师父面前,师父用一只手往上摆 让老人抬起腰,师父不断地往上摆 老人的腰渐渐地往起台 奇迹出现了 这位驼背九十度的老人竟然直起腰来了 高高兴兴地走下讲台 大家都敬佩师父的神气法力 还有一次,在学练神通加持法时 我闭着眼觉得有人给坐在我前面的老伴纠正动作 我忍不住睁眼一看 是师父亲自给我老伴纠正动作 师父告诉我老伴做加持法时 手的高度与肩平齐 臂与手背平齐 手不要搭拉下来 师父边说便用手把老伴的手摆平 态度温和 脸色慈祥 我们的座位是在会场的大后边 回家后 我跟老伴说 今天师父亲自给你纠正动作 真幸运呀 老伴说 是有人给我纠正动作 但我闭着眼睛 不知道是师父 真后悔呀 每当想起这件事 老伴总是后悔 后悔师父就在自己身边 竟没有看师父一眼 二 大法治病救人 处处灵验 我修炼大法之前就患有牛皮线 十多年了 久治不愈 从头顶到脚跟 满身都是 每天从卧室走到卫生间 一路上竟是掉下来的白皮 由于起痒 衬衫 衬裤 每天都是血脊斑斑 两只手就像刚和完面一样 都是白的 来的客人也不敢和人家握手 常年戴着白手套 吃的药能装一车了 根本不管事 修炼大法以后 刚开始求治病之心很重 不见好转 后来我放弃了有求之心 不再想他了 竟然在一夜之间痊愈了 头一天还全身都是 第二天老伴给我擦身 擦一块 好一块 把全身擦完后 牛皮线全没了 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 亲朋好友都说 太神了 不可思议 这是因为我的心性提高了 师父给我拿掉了 自此 再也没有重犯过 2007年7月4日中午 我突然感到全身无力 好像要吐似的 我忙叫老伴拿盆来 盆刚放在地上 我就开始大口的吐血 开始有点发黑 后来吐的都是鲜红的血 我思想中没有一丝杂念 看着吐出的血块掉在盆里 从盆里溅出来落在地上 从地板上又溅到桌子腿上 床单上 我就像看热闹似的 先后吐了三次 足有一盆 这盆直径有36.7厘米 有人说 人身体里有多少血 吐了这么多 上医院查一查吧 我没去 第二天 我三岁的孙子说 我看到师父了 我问 师父什么样 他说 高高的 可大了 就在杂屋里 我又问 师父穿什么衣服 他认真的说 穿的是黄架裳 我明白了 师父就在我身边 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 没有师父 我可能一命呜呼了 三 保书所讲 亲力所见 均为事实 师父的转法轮遗书 是不保书 是不添书 字字句句都是事实 有无数的同修 看到书中的每个字 都是一尊佛 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 我在修炼不长时间 一天夜间打坐 看见自己左眼前 二十至三十厘米处 出现一只大眼睛 是立着的 大约是自己眼睛的三四倍大 眼眉 睫毛 眼人 都清清楚楚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他练着练着 突然间看见眼前一只大眼睛 一下子把他吓一跳 我见证了师父讲的真实不虚 师父在讲法中说 从昨天开始 听完课之后 我们很多人感到一身轻 但是极少数病重的人先行了 昨天开始难受了 从今天开始 有的人还会感到全身发冷 像得了重感冒一样 可能骨头都得疼 有的人还会连拉带兔 在师父讲法班上 很多同修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师父还说 也有一部分人到后来听明白了我讲课的内容 他放下了 身体进化了 别人都一身轻了 他才开始去病 才开始难受起来了 转法轮 我就属于这种落后的 师父的讲法班结束后 我才出现消夜状态 全身发暖 该三层被搭一件大衣也不行 上牙打下牙 体温设施39度8 第二天早晨就好了 以后还出现过拉肚子 浑身难受 肌肉疼 骨头疼 疼得躺不住 坐不住 在屋里来回爬 也是不到两天就好了 师父从根本上给我们净化身体 把病液清理掉 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印证了这一点 师父还帮助我戒掉了顽固的烟影 我曾先后戒烟二十几次 打火机砸碎了二十多个 都没戒得了 修炼大法后 我又开始戒烟了 开始坚持一个上午没抽烟 憋得实在难受 忍不住了 就在室内找烟头 在烟灰缸里找了两个烟头 在阳台的地上捡一个 把这三个烟头扒开 用纸卷上 吸一口 真香啊 下午没有烟头可捡了 就想下楼买一包 正在这时 我似乎看到从厅里 飘过来一团一团的烟雾 距地面有一米半高 烟的前面是细细的 越往后 面积越大 眼看着飘到屋里 然后直奔我而来 钻到我鼻子里 嘴里 一直到我的嗓子也 那种刺人的烟味 让人想吐又吐不出来 特别难受 从此以后 每逢我想到抽烟 马上就飘过来一股白烟 往我嗓子里钻 不几天 我就把烟戒掉了 十多年过去了 没抽过一口烟 闻到烟味都受不了 师父说 我劝大家 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 你把烟戒了 保证你能戒得了 转法轮 师父说的真灵验 没有师父的帮助 我这烟真不好戒 如今十六年过去了 在师尊的呵护下 在风风雨雨中 我跟着师父 一直走到了今天 师父所给予弟子的 我无法用语言表达 今以此文纪念师父 来锦州传法十六周年